接下来方程老师要介绍的是题目B 他说坐标空间中呢 假设PQ是平面3x-2y-2z等于1上面的两点 而且满足PQ是等于7 那要另外取空间中的两点 P'跟Q'满足P'向量跟QQ'向量是等于-3、4还有6 那当向量PQ等于多少的时候呢 会使得这个平行四边形PQQ'P'面积会最大 好,那我们就可以画一个平面是3x-2y-2z等于1 那上面呢,上面的两点PQ PQ的长度是7 然后满足这个向量PQQ'是-3、4、6 所以这个有一个向量 那它的向量呢,是-3、4跟6 那这样子就形成这个平行四边形 这平行四边形,因为这两个向量一样平行嘛 所以这个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那平行四边形的话呢 它的面积要怎么算呢 应该是PQ向量跟PP'向量 两个向量相乘再乘上这个夹角Sign 那所以这个平行四边形呢 应该是等于这个PP'向量 它的长度再乘上这个PQ的长度 再乘上Sign 那什么时候得到最大值呢 因为这个PQ就是7了嘛 那这个PP'向量就是根号的这个这个的长度 所以这两个字是固定的 所以会变成是这个 那最大的时候就是当这个sineθ等于1的时候 所以sineθ等于1会有最大值 那意思就是这个θ应该要90度 所以它是90度的时候 它会有最大值 那 表示这里要垂直 表示这里要垂直 那第二个呢是当 你这个平面 你这个PQ呢 因为在平面上 所以这个PQ本身就应该要满足 它是跟平面的法向量要做垂直 这个地方也是垂直 所以意思就是说 PQ这个向量呢 它是跟同时跟PPプラン 还有这个平面的法向量 它两个都是垂直的 所以PQ这个向量 其实可以用这两个的外积 所以PQ呢 应该是平行 N N 就是 这个 平面的方向量就是3-2-2 3-2-2 3-2-2 然后去跟谁的外积呢 跟PPプラン PPプラン就是-3 还有4跟6 这个外积 好那我们外积把它做一下 这个 做出来的话 是不是 4 4 4 然后 4 4 4 5 6 好 所以这个呢 是等于这样的话 你可以取 这个 也会平行 把它除以 负2的话会变2 然后 6 还有负2的话 负3 那我们看看这个长度等多少 我们看看这个长度等多少 这个长度呢是 2的平方加上 6的平方加上负3的平方 这个是36 这是4 这是9 刚好49 刚好等于7 所以那你就PQ呢 平行这个的话 那就取PQ就等于 正负的这个都可以 正负的26 负3 正负的26负3 这个都是我们的记忆 好 所以这个答案呢 就是 正负的26负3 26负3 好 这样你会了吗 好 t 谢谢大家